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刷新了有机强放光的世界纪录 突破千奈米 运用新颖有机材料与制作优良的元件 探讨紧密结合物性 结束的成果连续三年融灯国际顶尖期刊 《Nature Photonics》 载捕带的发光元件它可以更广色域 可以应用在这个显示器上面 可以显示更多的色彩 那这一方面的研究 其实是算是比较先进的一些 也比较有突破性的一些发展 成功建立有机半导体 相关制程及量测设备的实验室 也建置OLED寿命量测系统 探究OLED的裂化物理机制 OLED其实已经深入到一般的我们的生活 比方说我们的一些显示器 像iPhone手机 那未来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跨到红外线 所以可以做一些sensor 或是一些车用的一些感测器等等 其实它的应用领域是非常的广 也是很多元的 所以像韩国、日本以及大陆那边 他们其实都发展的 就是很大力支持在做这一方面 那我希望台湾可以也是可以 继续投资 那可以有更多的产业来加入这块领域 窄带放光OLED有巨大潜力 渴望成为下一代高解析度和广色域显示器 高效和广泛采用的显示技术 给未来感测与通讯技术产业 一个无限发展的可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有一间面包店 业者接到一名自称是国军张班长的订单 说要80个餐盒 提供国军采购单 统一编号还有抬头 结果到了预定取餐时间 却不见踪影 香喷喷的面包才刚出炉 准备包装好送到顾客手中 但没想到却被人恶意弃单 总共大概300多个面包 然后跟我们约好今天要来 然后后来就是都联络不到 业者在21号接到一张 支撑是海军陆战队的订单 说要波罗面包 肉松面包及红豆面包 还有奶酥面包各80个 对方透过LINE 传递地址 统一编号还有采购单 原本说好下午三点取货 却联络不上人 遇上恶意诈骗 老板担心面包卖不错 只好贴文便宜卖掉 结果不到半个小时 招气单的面包全都售完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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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我们做这个 就已经很辛苦了 对不对 人家一个才赚多少钱 你订一订都没有给人家 真的是浪费 而且是 抱着听 而且是让人家是 人家这么用心在那个 你 本侠猛面包店 于112年8月21日 招诈一案 查委负责人 揚南接货自称海军陆战队 张班长来电 双方之后 以通讯软体接洽 张班长订购80盒 面包餐盒 市价新台币7900余元后 要求揚南代购军粮等物 提供厂商联络资讯及账户 请揚南先行带电新台币 5万8千余元 揚南汇款后不久 自行查诀遭诈骗 共计6万6千余元 警方依诈欺及毁损罪受理 后持续追查该名张班长身份 及涉嫌账户金援 警方说 这种诈骗手法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业者没有注意就容易上当 幸好业者遇到热心民众 才没有让面包自销 业者说 未来接获订单 都要先收定金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编列2400万元 将购买一辆观光巴士推广观光 而这笔预算 也获得金融市议会通过 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个人 特地先到台北口查 乘坐观光巴士 希望金融市政府 可以借进台北市政府 经营观光巴士的经验 好好规划如何经营 一边仰望台北101大楼 一边听车上景点导览 坐在台北市观光巴士上 实地观赏台北这个大都会 包括总统府以及101大楼 在内著名的景点 由于金融市政府编列2400万元 已经获得金融市议会通过 将购买一辆观光巴士推展观光 因此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个人 特地先到台北考察 乘坐观光巴士 更特地坐在上层露天车厢欣赏风景 杨秀玉也建议金融市政府 相较于台北观光巴士上层 采用伸缩式布木材质来遮阳避雨 未来金融市的观光巴士上层 或许可以采用透明压克力等相关材质 会更好 它好像有两个线 一个是红线 一个是蓝线 我昨天坐的是红线的路程 沿路就是台北市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大楼也好 或是一些观光景点 它是露天的 它是双城 我是坐在二楼 参观整个景点 觉得还满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说 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缺点 因为它是用帐篷 露天的部分是用帐篷 但是我觉得帐篷 感觉好像不是很适合 我觉得如果说基隆市 因为这次我们基隆市议会 就是观销处 有编一笔2400万的观光巴士 那我是觉得说 基隆的景点就是海边 那我们的景点就是说 我是觉得那个 它的敞篷的部分 不见得是用那个敞篷 可以用那个 比如说那个压克力 压克力透明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天空 那整个景点是可以 可能会比较好 不适合一点 那我是觉得说去尝试看看 让我们基隆市民了解一下说 这个台北市他们的这个 双层观光巴士的一个 整个做法 那我是觉得说 提供给基隆市政府 来参考看看 杨秀玉指出特地到台北 实地搭乘观光巴士 就是希望基隆市政府 可以借进台北市政府 经营观光巴士的经验 好好规划 善用基隆市这辆观光巴士 推展观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一向非常关心 常召问题的市议员张耿辉 在卫生局长张贤正等人的陪同下 特地到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关心照顾管专员人力不足的问题 刚好遇上农历七夕情人节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一进到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立刻先分送巧克力 给卫民服务辛苦的照顾专员 以及督导科长和局长等人 感谢大家为了协助市民朋友 处理1966长照专线和现场咨询服务 以及实地仿式个案提出协助等 相关长照问题的付出 就是我们线上这边会帮您填写申请表 那我会需要长辈的一些基本资料 然后会跟你了解一下长辈目前的状况 就是他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个部分 比较需要人家协助 由于基隆市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一向非常关心长者尝照问题的市议员张耿辉 在卫生局长张贤正等人陪同下 特地到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关心照顾专员能力不足的问题 特别是知道照顾管中心专员加上督导满边应该28个人 但是现在只有13个人必须负责服务 全市现有4485位列管失能长者个案 平均一位专员要服务将近400位长者 日子也比较特别是七夕新人节 自身的我们卡克力来祝福来衛免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照顾中心的人员 简编制应该有28人 那现在只有13人还缺15人 那每个人负责的话大概一个人要负责400多人 那非常辛苦 那我在这边也诚心的呼吁我们市长 尤其在这方面应该多多给他们支持 我们市长也实际上在推了成为亚洲最有爱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对于这个照顾中心的这些人员一定要好好的补充 那因为怎么样 若是说人员没有补充的话 他们有时候的话要去放市的话 真的有遇到一些需要协助即时协助的话 可能时间已经超过了 所以耿惠在这边这次议会有提这个案子 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重视 陪同的卫生局长张贤正 以及保健科长杨惠玉等人 非常感谢市议员张耿惠的关心 以及市长和议会的大力支持 卫生局目前除了先提升现有照管人员实力仿式个案时 防雨防权等安全配备之外 也从提升照管人员编制上来加强各项福利 更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一起加入 确实我们在过往的年代基隆市的长照管理中心的照砖 虽然中央有给了足够的编制 但是因为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人数就像刚才耿惠议员描述的 我们没有办法拼准我们的人数 那我们的照砖加上照砖督导 还有不少的缺额 但是在议会跟市长的关心之下 过去几个月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跟中央争取 我们的照砖从过去的每年一聘的临时人员 已经变成约聘雇人员 那这些约聘雇人员就会是正式的成员 然后年资也会被累计 我们的照砖工作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他们在仿视这些私能的长辈 提供一些他们需要的长照资源的评估 然后做后续的连结 是整个长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如果你对长照工作有兴趣 你曾经是有一些长照的经验 你是护理师 你是社工人员 我们准备好了 欢迎您来投入 照管中心现场也邀请市议员张耿辉 一起为当月照管专员寿星 举行庆生会制证红包 而寿星的愿望很简单 希望服务的长照个案平安健康 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照管专员行列分担工作 个案都可以平平安健健康康的 然后都可以获得我们的服务跟资源 这样子 然后也希望说可以赶快有新的照专 可以进来 就是分担我们工作上面的 就是人力的部分这样 虽然人力吃紧 但是卫生局长张贤正和市议员张耿辉 还是一起呼吁民众 只要有关于长照的任何问题 都欢迎拨打1966专线 提供最好的咨询服务 各位市民朋友有关长照所有的疑惑 1966您打来我们为您解惑 为您安排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每三年举办一次的 基隆客家艺名祭活动 在基隆市区热闹举办 来自全市各区的客家乡亲 扶老西幼进行挑担奉饭采接游行 市长谢国良在市府门口 亲自欢迎采接队伍 基隆客家艺名嘉年华 来自全市的客家乡亲 进行挑担奉饭采接游行 挑担奉饭这个仪式 是从过去民众准备饭菜 挑担给保卫乡里的艺名享用 所衍生出来的传统 如今则是表达了 乡亲对艺名的敬意与感恩之情 市长谢国良 在文化局长江亭梅的陪同下 特别在市府门口迎接 并亲自体验挑担 跟采接队伍一一合照 在农历七月每三年举办一次的 基隆客家艺名嘉年华 由市政府文化局跟基隆市客家同乡会 吸手举办 主要是为了纪念当时保卫乡里的客家艺名 那个时候好像有成立了有一千多位的艺名军 那在那个北 有一个北陆军 一位叫林爽先生 他的北陆军 他要来为了要那个粮食 为了要生活用品 他就来攻打 攻打我们那些 攻打那个村庄 结果呢 那个村庄到 当时好像死了很多人 那很多人呢 那些人都是在 他都是在我们 保护我们客家人的嘛 所以呢 我们为了感念他 所以特别每年呢 都会来祭拜他 还有我们在他的 我们现在新埔那个一名庙的后面 有个种就是里面 就是他们都埋葬在那里 那前面我们就盖一个庙 我们来从那边来拜拜 拜就是拜他 感念他 那我们是 每年我们客家人 我们基隆的客家人都会下去 都会到新埔那个庙那边去祭拜 每年会去祭拜 那三年举行一次 请那个一名爷爷 圣驾上来我们基隆 那我们基隆的市民呢 大家来祭拜他 来感念他 基隆市非常有意义的民俗活动 我们等一下有挑战 祭祀 晚上也有晚宴 那所以 在这个时间点 祭祀暑假 这个也有很多的活动 我们都是希望这些活动 能够邀请到更多外来的朋友 到基隆 参与我们的活动 享受我们的城市生活 然后最重要的留下他们的消费 让我们可以在基隆的经济 因为这些活动得到更好的景气 除了采接 现场还有仙草 米苔木等客家美食 更用心准备了600斤的米糕神猪 来祭拜一名爷 在过去 我们这是用杀 真的是杀猪 要杀个神猪来祭拜我们的一名爷 那现在慢慢的社会的演变以后 我们就用这个米糕来代替神猪 来做个神猪 来代替我们的不杀生 不杀生 不见到血腥 所以 一只神猪是600斤 非常的重 那个神猪祭拜我们一名爷以后 然后我们就晚上一个福宴 然后就切大家 供给大家来享用 在基隆将近有6万个客家的好朋友 他们要到这个中立那边去 请一名爷到基隆来 然后再首先呢 先做挑战的一个仪式 然后接着呢 就要祭拜这个祖先 那接着呢 就是大家 吃麻糬 等等 这些活动 我想这是在基隆 将近6万个客家的族群 大家对于一名爷 他的一个崇拜尊敬 让客家人 客家文化 能够永远的 这个发扬光大 主办单位说 透过一名节活动的持续举办 来表达对先人的缅怀与追思 大人们也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 希望让这项传统客家文化永续传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varieties 这是宝仿宝尔 哦 都停滿了 那就隨便停好了 先生 你這樣停車違規哦 先生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繼續 拍手 拍手 另外 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幾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塵栽機車 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 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通行 遠離車輛 安全處等待通行 遠離車輛 安全處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任意穿越車道 遵守耗制 綠燈秒數足夠 再過馬路 栓心過馬路 不滑手機 行進入口 停讓行人 無耗制入口 遵守停讓 置入口中心點 再轉彎 避免死角 車輛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 基隆是個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基隆影片徵選及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徵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您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 透過鏡頭 既認屬於基隆的友愛程式 充滿愛 觸動人心的故事吧 詳情請下活動官網 晚上九點即用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送回來 當科學家 文學家 還是藝術家 都不如有一個自己的家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耀 其實你們正在為彼此互相照亮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過去無論你有局 沒局 在社會住宅裡 人氣廣播 都能再開心去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內政部長林悠昌 中產以下房財族支持專案 從6月1號開始開放線上申請 手續剪片 免付證明文件 只要輸入借款人的基本資料 就能夠完成申請 通過申請者 單萬元的支持金直接入帳 符合資格的你 記得趕快來申請囉 有任何問題 歡迎撥打諮詢專線 02-2162-1239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為了要兼顧機車族群的停車與行人 及弱勢民眾通行的權益 市府特別製作宣導片 提醒機車族在騎樓停車時 要避免三種停車狀況 來保障行人的安全通過 宣導片中點出三大錯誤的騎樓停車狀況 包括不要在騎樓橫向停放機車 通往斑馬線的騎樓通道 看到騎樓有綠腳丫的地貼也禁止停車 市長謝國良說 為了讓騎樓停車更有秩序 也兼顧行人和弱勢民眾行走的權益 市府特別製作宣導影片 請機車族朋友一起來配合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宣導 我也肯托大家 我們今天也請新聞科 把我們的這個宣導影片 放到各個社群媒體 因為我們現在有畫出幾個明確的區域 包括橫向不能停機車 如果大家都停止的 你不能停橫的 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斑馬線的這個三角路口 不能停放 以及還有綠腳丫不能停放 那我們會慢慢的清楚的標示 因為過去我們也沒有所謂的機車停車格 那我們現在就不斷的在畫出來 更多的機車停車格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區隔 讓大家留通道 然後讓大家這個 有很明確哪裡可以停哪裡不可以停 這樣子的一個區分 那我們慢慢在做這件事情 也請大家給我們更多的一些意見等等 透過生動活潑清楚的影片宣導 是否請機車族朋友能夠一起來配合 讓民眾和弱勢族群 能在棋樓便利安全的通行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22位平均年紀不到8歲的孩子 接受半年訓練 上週日就花了約兩個小時挑戰 永度基隆宇 雖然過程中一度緊張 不過在其他夥伴的鼓勵下都順利完成 明迪聲響起22位小鐵人 一個個接力跳下水 這群來自游泳俱樂部的小朋友 平均年紀只有8歲 挑戰橫渡基隆宇 經過兩個小時努力挑戰成功 我一開始很緊張 然後後來因為看到魚很開心 所以我才會不會再緊張 就是會有海浪 海水會有海浪而且很鹹 會有水母一直被電 有水母會頂我 有岩石會刮我 雖然嘴上說不會很累 但其實出發前大家還是有點恐懼 看在家長眼中 每位孩子都是最棒的 因為其實我是不會游泳的 所以我是對海是害怕的 但我覺得小朋友他們一群 這樣在一起可以這樣一起完成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 每一次訓練都跟他們去跟游 他們從對海連下水的時候 那時候都很害怕 到現在他們可以一直游 對 然後也會想辦法克服他們的恐懼 所以這個過程我從頭看到 我覺得這個會幫助他們以後 我希望他們可以幫助他們以後 不管遇到任何困難 小鐵人挑戰機翁雨 要防止意外發生 全程有五艘船在旁邊借護 還有立獎一對一的借護 這麼高規格措施 就是希望能夠讓水域活動安全進行 在參加這個活動 還有培訓計畫前 其實我們很單純 我們都只有在游泳池練習過 那頂多他們有參加小鐵人賽事 是在活水湖 一些開放水域游過而已 但從來沒有在海邊游泳過 因為國內目前還沒有一個 鐵人賽事有在海邊 有挑戰的 由這一次的活動來提醒各位 海它是安全的 如果有安全的介護 我們可以更加的清淨海洋 讓這個水域游戲的活動 都是很平安很平安的 來讓這些遊客開開心心的來玩 小小年紀挑戰不可能 堅持不放棄 想必這一趟旅程 讓他們對大海已經有更深的認識 小鐵人有更新劉慮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再次做一下 李宗生 切末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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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停滿了 那就隨便停好了 請問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幾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塵栽 機車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基隆是個 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基隆影片甄選 即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甄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您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 透過鏡頭 既認屬於基隆的友愛程式 充滿愛 觸動人心的故事吧 詳情請下活動官網